大家好 张大哥 今天早上 在这里做一个 直播 我退休了 本来应该是6月1日 我退休 但是昨天我忙了整天 从12点忙到晚上 10点 为什么呢 我跑去赚钱 退休后 总是要去赚钱 你以为我 富裕到每一天 坐在家里等榴莲掉下来 不是啦 大家知道我过去当警察 大家也知道我过去当 德士师傅 其实我的生活都在 人群当中 这两个行业大家也知道 很直接的 跟人接触 也因为这样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我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经历 大家都了解 从我过去的影片 那退休后的生活 你选择 驾计程车吗 出租车吗 再度拥有车吗 No 事实证明是No 当然燃油费这么高 每天最少要驾五小时 给所谓的车主 车主就是 出租车平台 得失公司啦 得失公司啦 五个小时后才是你开始赚钱 退休后的生活 五个小时后不是很累 那五个小时 就要想你去工作 什么立刻有钱的 那大家也知道 我因为是前警员 所以我免费获得这个保安制造 那保安制造 就想 哎呀 应该试试看 那就在机缘巧合之下 竟然保安公司问我 可以不可以六月一号 其实不止六月一号 五月三十一号 六月一号 还有六月二号 时间是 有各种时间 那我就选择六月一号 十二点 做到晚上十点 十个小时 在一间新加坡有名 有名 非常有名 非常顶尖的中学 中午去 他们有很多课外活动 晚上他们有音乐会 所以他们需要 额外的能力 那我跟另外一位 保安人员就 向他们报道 就是那边 学校假期有两位 正规的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 什么呢 就是守门口 保安就是守门口 维持交通 其实是有点闷 这种工作 我过去做警察 做警察长 哪里需要做这种工作 我管你 高速公路 舍诺部队 每一个晚上 七辆八辆车 白天十多辆车 都归我 跟我的队长一起的 去带领他们 那我们 我跟队长 每次分两班 那我 我喜欢做晚班 他老人家 喜欢做白天 我都让他做 晚上我们就 比较少车 五辆到七辆 所以 哪里轮到我们 去指挥交通 有辣车祸的时候 所以 这个东西 对我来讲 指挥交通 管理这个 车辆的进出 哎呀 真的是 去跟 老实讲 我还是很厉害 我觉得 我昨天很深 非常深 问题是 年纪大了 很久没有 这样站几个小时 需要站两个小时 最少中午 他们 客外活动 完了之后 十二点去 大概一点多 他们就 客外活动 就结束了 通常在两点以前 他们一定会结束 因为没有 午餐自己解决 那学生就离开了 家长又来载了 那个 顶尖学校很多 哇 很多名贵的车 就进来载了 也有一些 不名贵的车 像当年 当大哥 驾的那辆 Honda Fit 也看到了 不过是比我那辆 还 还新一点的 就这样咯 就做做做做做了 然后下午就休息 然后 那个 正规的 法案人员就跟我讲 哎 四点一去吃 因为等下五点多又忙了 好啦 四点跑去旁边周围吃 吃了回来 六七点的时候 哇真的忙了 因为音乐会来了 从六点开始 车进来了 人进来了 然后我的任务 就去另外一个 铁门那边 那边就做了 我觉得很感动 很有意义了 那边有一个所谓的 搬马线啊 但是没有 不是正式的搬马线啊 所以学生过那个路 因为有车嘛 车 车子前面停满的 就会转到后面的 更大的那个停车场 那 有一个搬马线 黑白的搬马线 其实是 不是 所谓的 正式的啦 所以学生应该要停的啦 但是因为 学生很多嘛 家长很多嘛 晚上 陆续从 外面来 我们就把旁边的门开 我们一开 他们 省很多路 就可以进来 车子又要进去停车场 哇 低限忙 七点半音乐会 我忙到 大概八点 主要是那个 铁门八点 我就跟他关注 外面的人就不能够进来 没有 迟到了没有办法 因为音乐会七点半 但我等到八点才离开 很厚道啦 对不对 就 关了门 就回去 回去前门 那个 里面 休息一下 然后 纯螺 纯螺一下 九点 又再回去那个地方 七点半到八点 所以一个小时 那边休息一下 然后 纯螺一下 然后九点又回去 那边就 音乐会结束了 一直忙到 九点四十五分 然后我就把铁门关了 车也全部 车子也走了 那我就 十点回 可以离开啦 签 签名 就离开 但是 这一次的经历 本身 第一 对自己的体能 是啦 对很多人 每天 那个 army officer 你看这么厉害 他说他每天 跑五公里 背多少 十公里 背多少 我都想当兵这么有空啊 职业军人 每天 念你的体能 我觉得这个不对的 你知道吗 其实 军人你这么多体能 去顺念别人啊 你时间念念念念 念太多了了 那我们这种是 连站都没有办法站的人 就 趁着做保安 就好好的 顺念自己的腿力啦 所以我 今天早上 哇 真的 跟大姐讲 哇 不行啊 可能以后不要做了 是有点后悔啦 但是我告诉你 什么地方让我感动 不是那个 一个小时 给你多少钱 那种感动 其实我真的 你说我在乎钱 也暂时不在乎啦 因为刚刚退休 总不可能没有钱嘛 只是说 你要做啦 因为你 保安公司是这样 你每年都要跟他 做几个任务这样 他不会把你的名字 取消 那这间保安公司 也是顶尖的 我喜欢啦 坦白讲 你的钱不多 但是他们的 因为有些 经说有些保安公司啊 财务问题啊 没有办法 罢薪水给你 我才罢 不甘愿的 你做了几天 然后薪水拿不到你 你说你受得了吗 受不了的 所以我 我喜欢做这间 那我 我为什么感动呢 那些学生啊 过马路 每个看到你 就很有礼貌的点头 或者说 Good morning Thank you Uncle 都是叫你Uncle啦 离开的时候 也跟你 Thank you Uncle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night Bye bye 他们讲话 我就讲话 他们只要点头 我就点头 有些我主动 跟他点头 他也会回头 而且他们不只是点头 他们微微弯腰的 有些挖得很厉害 这些都是那间学校里面的学生 因为 你看他后面的 就知道吗 他有些是参加那个表演的服装嘛 有些是他们 学校的名字在后面 很有礼貌 我真的 我觉得很惊讶 你知道吗 那我不 我不方便透露学校名称啊 不过是顶尖学校 我一路来以为顶尖学校 学生 不过 是不是那些走来的 是因为他们没有车子嘛 有车子接送的 也不会 有车子接送 当他们回的时候 他们也会过那个 那个巴马路 然后他们也会跟我 表示尊重 听话 我拦住他们 不会乱乱来 很认真的 车走 我说过 他们才过 我叫车停 车都很 我觉得车子都很有礼貌 每个进来的 我真的有点惊讶 你知道吗 我一直以为说 哇 大房子的车 司机们都很杀场 很嚣张 不会啦 基本上都不会 可能现在 因为那个Case发生 保安人员 特别是守着学校门口的 他们每个都有礼貌一点 那我们工作也加重了 因为 有关系到我们的安全 所以现在也很严格 说不可以就不可以了 我就是挡到完 他们前面大门 挡到完车子 因为前面已经满了 车全部就是 只是进入我这边 那我 我觉得这些学生 有礼貌 驾车的人越有礼貌 我是有点惊讶 可能我过去的观念 有一种说 哇 越有钱的人 越没有礼貌 不一定是 其实我 我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有一种感触 大家不要 不要丢我势头 我觉得 真正有钱人 反而不会跟你杀惨 不会嚣张 成功的胜利人 对属下是不同的 他表面功夫 你说他是做表面功夫 他也做便宜 我觉得最有问题 如果你是那种人 你不要怪我 就是说 那种爆发妇 小时候吃苦 大了有钱 他反而莫名其妙的 有一种优越感 他会觉得 你不争气 你看我 我也是各香蕉树长大的 我也是在巴莱里面 种菜 种菜长大的 我也是在猪疗里面 养猪长大的 但是你们 你们这些不争气 你看我现在怎么有钱 是不是 他有这种想法 有一点像那个 army officer 我跟你讲 我为什么就要批评 那个army officer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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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 没有意思嘛 你说什么 你说你 运动多 就是表示健康吗 错 错 错 你不要吃错药 像李小龙一样 一粒药 就可以给你吃 你不要有病 病来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健康不健康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 那个现在youtube传的很厉害 人还是要谦卑谦虚一点 所以张大哥离开工作岗位 第一天退休 我觉得是上天安排我去这间学校做 因为我也很想去 小中学去看看 做保安是怎样的 因为就是那个case发生之后嘛 多少想了解一下 驾车人士的态度 学生对保安人员的尊重 我告诉你这间学校校长一流 老师一流 因为他们教出这么样的一些学生 他们给你的那种尊重啊 是真的尊重了 你看得出的 不是那种敷衍的 当然有一两个啦 漫不经心也有 有一些是从别的学校进来 都几乎都没有跟你打教导 可见他们的学校有 有教导 自从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要学生尊重保安人员 要学生告诉家里的父母 驾车来 要尊重 遵守保安人员的指示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学校真的是 竖起大拇指 称赞名校 很惊讶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名校的学生很骄傲 但是从这一点 OK 就算他们过去骄傲 从他们对一个 像我这样蒙着口罩 又不认识的保安人员 这样的愿意尊重的话 他并不是保证成是一个服务人员啊 我们去餐馆是服务人员 人家说 欢迎光临 我们有时会点头 有时我们也不踩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早上就这样一点时间 顺便看看我这个 这个这幅画 这个是吴伟才老师第二幅画献给我 那价钱多少 不可以讲 将来都是无价的 我很喜欢这幅画 当这幅画在脸书当他画的时候 很多人就称赞 三百多个人称赞 写评论 我在第一时间 很快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啊 他很爽快啊 我就剪 他说OK 还没有画好勒 那时候还没有画好 连这个船的还没有画 天空也没有这么亮 当然你从这个 现在这个影片里面反映不出画的真正的美 张大姐就一直看得出他的美 她说很适合我做直播 因为吴老师的话 不是每个都可以拿来做直播的 不是 不可以做直播背景 太复杂的 人家看得会 不可以 你看啊 我做一个直播课啊 我的光芒也 这个是称赫我嘛 或者是他可以强过我一点 他不可能太过吸引了 每个人去看的话 不看我讲话 也不对啦 所以这幅刚刚好 今天早上 早上声音很潮 而且我一直流汗 大家也看得到 不要紧 我就是告诉大家 我退休了 然后为什么 我的退休六月一日 我六月一日还跑去赚外快 不过我赚 我当然可以赚了 因为 我要做什么 没有人管的现在 在直就不好了 在直 如果我要去做保安 就拿off day去做 因为我必须做嘛 每一年都要做 然后 你问我 下一次几时 看他们联络我 但是我暂时也不做了 告诉大家 我接下来就忙着我的 小女儿生产 很久没有看到她了 本来昨天张大姐去看她 我又没办法去看 有点内疚 所以我跟张大姐讲 明天早上我会去看她 时间就在我的掌握当中 今晚我还是会直播啦 每个晚上 尽量直播 但是这个影片 我就拿来当成是一个影片啦 哈哈 不过是 所谓的 真的是自己 等一下 原汁原味的影片 而且是带着 新的背景 然后旧的那一幅画呢 放在哪里呢 放在 就在那边看得到 我放在那边 让她解说很漂亮 我准备拿那个地方做 站立式的直播 当然站立式的直播比较困难 而且我觉得我站着讲话 比做做讲话更有一种 所谓的 开雷斯妈 开雷斯妈就是什么 动力还是魅力还是热情还是什么都好了 要啦 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 讲话已经 速度已经慢了 有时候你看我的影片 我其实是放快速度一点点 有些人说 听我讲话会听到睡觉去 因为真的慢了 有时累 有时真的累了 直播是这样的 你不做又不行 你做的时候 你现场的状态又不见得好 你看从刚才到现在 我讲话很顺 对不对 因为是早上嘛 睡醒嘛 你来到晚上啊 工作啊 什么的 晚上九点直播的时候 其实是很累的 我接下来当然这种 情况是会越来越 不会啦 因为我直播 我相信我退休后的生活 我一定要遵守 严守一些 我要做的东西 比如说早上起来 一定要运动 不过今天早上没有运动 因为昨天十个小时够了 真的很够 整个腿啊 好像离开我的身体 我好像会佛 哇好累耶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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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都有 要去散步啦 然后接下来慢慢计划 做户外啦 没有这么快 慢慢再安排 然后晚上做直播 有时去跟张大姐 去顾顺啦 去看她啦 那我应该是 因为我还是很多东西 整理家里啊 家里很多东西要整理啊 有啊 你office带来的东西 是啊 office带来的东西一大堆 然后书架一大堆 要慢慢做 家务也要做 哎呀我真的是住家难能 好啦 就这样啦 张大哥在这里啊 祝福大家了 疫情要小心了 每天还是几千例 也有人不幸的死亡 我们都要小心 坚持到底 戴口罩 注意你的个人 卫生 都很重要 过马路要小心 哦 看到有些人过马路 我在我们看得到 乱过马路 不要以为那种偏僻的路 没有车 现在还有一种车很危险的 那种送外卖的 很快的 那些脚车 你不只是要担心车辆 你要担心那些自行车 很快 创到啊 不要开玩笑 老人家 进不起创 进不起跌 真的 我一个好朋友 跌倒 跟我讲 我还没有办法联络他 就是说忙嘛 要打给他 有个好朋友跌倒 跟我讲 我看他清新 我要联络他 真的了解多一点 所以 谢谢大家 张大哥今天这个影片的主题就是 我退休了 然后 新的 这个直播背景 跟大家见面 拜拜